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竟然是私生犯 将播电者的名称改成盛宽 虽然他以平静的语气 诉说这件事 但粉丝们仍愤怒直呼 每次直播都有私生打电话骚扰 其他成员也饱受困扰 拜托公司能不能积极应对 采取行动保护他们 私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过他们 以后看到全员打来 大家恐怕都不敢接了 真的是太恶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